大家好,我是宝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讲理的声音 他们两个都在面前在那里有 因为住在金门呢 你会听到炮击声 那也不意外 这是说三点是 就是说四点多要听 好像是稍微闲早那点点 我记得以前是有那种炮击声就是在做一些什么演习 他们都会会有一些炮击嘛 那些声音应该是在五点多吧 还是说现在有比较早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的好朋友说 嗯 后来知道原来不是炮击声 是雷公四点的声音 有到处的 他说整个早上呢 就是要一直弄一直弄 后来呢 就下了一场大雨 其实说到 落这大雨呢 今天住在我们台南地区的乡亲 包括现出时 住在北部的一个好朋友 也有感受到咯 现在这个气候呢 让你感觉到越来越怪异 真的是很怪异 因为今天最后 睡小孩的这个时间 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台南地区 安南地区 吃素材呢 落那个河水 已经可以让你的脚呢 咽到小腿肚 就是说在短时间呢 那个雨下的非常的多 短短的时间里面 一两个小时 累积雨量就有200毫米 你会觉得说很高观呢 因为 看到这种荷水量呢 生活来真的丹寒 包括我以前 早上起床呢 我看到北京 有很多人在的这个水 应该是说河北地区啦 整个河北地区 河北地区很多地方都淹水 现在水挑剔了 但是呢 这种艰难的事情 这原来现在开始 我看到一个新闻提到 有一个组织人呢 它是大概几百只羊吧 那买油的钱呢 都是贷款 啊不过是朋友倒三天 但是 也是要照顾离席 就是跟朋友呢 借款 亲友借款 那一个水喝过后 几百只的油呢 现在存二三只吃 还有一个鸡鸡 都嫁掉了 还是坏掉了 看到那个场面 我心真的觉得很爽 我觉得 哇 真的好难过 那一个河水 又把所有的家当呢 看我们抹 抹着没了 还有一个人呢 经营一家服装店 买三口 还有一个水呢 一种释 因为人的升息 有可能还有太多 与一个朋友增做的东西 有可能你增一个私材的水垢 哇 一下子也就是化为乌油了 所以 想想喔 这个美水 很恐怖 但是呢 水太多 淹大水 也会恐怖 这个水情过后呢 也是有很多问题 不然水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很多 现在这个风台呢 今天是这样 有一些 夹带一些风雨 还有造成这么严重的灾情 你看这次的卡尔和杜苏瑞 造成了多少的伤灾 这个卡尔在沃克奈娃 南韩 也是造成了一些灾情 我们台湾的这两天 我们虽然说 就是 就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影响 不是那么样的大 但是嘛 因为这卡尔 它担来这个河水 你看南韩 我们的仁爱乡 损失也很多 很恐怖 一个小孩呢 一个东西又没了 所以有时候想想 人家说 这个水跟火是无情的 一点又没错 其实我们现在的 我们家呢 就发生这种 就是有一些水患频传 中欧 中欧地区 中欧地区也是有 这个水患的灾情 先你说 科罗埃西亚吧 他们这些国家 有三分之二的一些 面积 都泡在水里面 你会觉得说 我现在是怎样 中欧是淹水 那南欧的西班牙呢 是创高温 大家在那里也是 水一直沾 一直沾 就是一直淋 噴水 一般说可以 拿它去降温 一样 生活在这个区块 所以说 地理位置不一样 但是呢 白白是在那 我们地区的烂 可能现在饱受的 就是 很热 不然就是水患之苦 不是呢 吃热 不然就是 水呢 要浸泡泡泡 你说哪一种 比较好 两种都不好 这个 到底你是要 弱得这样 减不减 还是说 水闻得这样 闻泡泡 我说实在 没有人喜欢吧 但是没有人喜欢的时候 前提之下 我们也做不了主 因为 现在的气候 真的是有改变了 跟我们睡的时候 那种感受 缺缺实实 真的是不太一样 要么就是不下雨 一直缺水 要不然就是 一下子来很多 所以 有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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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来的这个 蜘蛛水 当然 有的东西 真的是不沾沾 浸泡泡泡 可能就是完全 黑溶泡 要洗一遍了 但是有的可能 它这样稍微浸泡 水拿了 还是有得救 就是要看你 浸泡什么样的作物 包括水流也是同样 我今天还有看到 东北黑龙江家 他们那些 可能是稻米吧 刚好 有时尽是在冲出水的时间 还能浸泡水 这些就会化掉了 所以老师 如果是以水道来讲 很多作物 我们都没希望 它会堵住这种浸泡水的状况 但是呢 以水中来说 它在什么时候 如果是 浸泡水这样 浸泡水 这些呢 就不用说了 不用胖了 就是 明年再说吧 今年就肯怕没办法 东北地区可能是这样子 在我们台湾应该也是 因为你错过了 那个种植的时间 应该也是跟你说 今天就不用算了 大家可以提早下课 是在哪个阶段呢 最怕 这样水一直浸一直浸 浸太久呢 就真的是 不用玩了 今年就是跟大家说 没办法 我们可以说 效果 这样 这个水中水中 所以水到只有在一个 只有一个这个大堂 就是 开花这个时刻 那么这个洋花期 它如果是这种 去射到这个大虎 这个东西 它的这个山梁 就会有很明显 很明显的一个这个 这个感觉 一定应用较大 是这个时刻 其他的这个时间 来里面 其实很难 哦 应该去把影响到它 啊 并说 当然 你如果说 整的浸浸到都 都没过 都没过 都没了 整的藏 在住在这个水底 那当然 啊 这个水中 它不是水生植物 它不是说 它可以在这个浅水 这种水生植物 所以 它就没得到 它的可能 如果是 它有陰过 那么这个 尤其你 如果是刚刚好 在浅水 那 含过的水 大概就 就没救了 一种水 如果它浅热 那么 把含过 含过的这个 切水 这 可能 大德索的 这个切子 这种 山梁 就会 很明显的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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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在这 我们好朋友 要稍微 注意到 这方面的 这个消息 那么 这个部分 当然在台湾 你说 因为 我们的一个 各种白水 食肆 还有一个 可能好很多了 可能好很多了 这有时在 白鸡干里面 这个落后 这也做成 我们很多 这个地方 如果你的时间像过 不停的就是不停的 不應該停一個多厲害 那麼200毫米就落到我們要插本道具 你說像蒸兩天的南道 九個小時下了一千多毫米 那麼一種的這個 一種的一個水量 有時候就是看他的一個 第幾天落後的這個量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累積起來的這個火量 你不是說你第幾天落的火不太大 這 真飽 真飽 但是呢 還是說到四五十四五十也算是大雨 對不對 但是你連續 這不會讓你落到24點鐘 繼續落到天坡地裂 這有可能這個 就變這個 累積下來的這個火量 最多的這個怕 所以我們這樣說 稍後接熱也會有 所以對於這個水條來說 大概就是 你如果是陰過 就是在開火的時候 那幾個時候 不要說陰過 好像落大後 在融花那段時間 對著他三龍 就有很大的這個影響 那如果說融花耍 這一滴 還是說融花到這個乳熟期 乳熟期就是冠軍 裡面 它要再切成切 要再要水 這要水水 那個時候 那如果滴過 滴過這個 算切成長 我們的切成這樣 如果是滴過 這水陰過 就陰在這個水底 那麼這種的很可能 它就會想很大的這個問題 那這種問題 最主要 最主要的來注意 可能你就整個就動不掉了 這三龍的 有到很大的一個影響 那麼最近 有很多朋友說 有什麼財氣的落後 有當時在這個 爺爬時落後 有時在這個 五後雷震雨 這有什麼樣的一個差別 那麼我們在這個 氣象裡面 如果佈 譬如說像旁邊在 旁邊在我們還有受到 這個西南方的一個影響 那麼西南方影響水氣比較 比較偏多 這個南方 這個溫暖的氣流 那麼這種就有一個 地區的一個 這個強降雨 這種的一個情形 那麼神奇在這個 早上清晨這個時候 那麼為什麼在 我們這種西南方 西南方就是 它現在是不是從西南吹進來 我們平常是不是 白天的時候 我們請人說就是說 一天有介紹過這個 海風、陸風 那麼在早上 早上的時 因為大海的這個熱量 它的算是 冰塊一枚 它溫度也不會說 降雨很快 但是我們陸地 經過一枚 因為我們陸地是這個 它水比較沒有那麼多 和海不一樣 所以它降雨比較快 所以日時的時候 是吹的陸風 就是為 為這個陸地 吹向海洋 為陸地 吹向海洋 所以一般我們通常 到 無時的時候 就是這個陸腳 我們的陸地 我們的陸上 比較熱 陸上比較熱 陸上比較熱的時候 海 不管它這個溫度 在上升更慢 所以它會吹這個海風 這種吹海風 那麼假設 假設呢 如果有這個 正常 如果沒有這種季風的一個階段 這種海風、陸風 它這個固定 因為這種海風、陸風 都不會說 這種風 不會透過很強 所以我們在這種五、六月 這個地方 6月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溫度館 因為溫度館 我們就很容易 把這個在山區 就比較容易出現到 這個五號雷震雨 通常為什麼 這個五號雷震雨 就是說 這個 中島以後 它會吹這個吹海風 吹海風 吹海風的時候 這隻 那麼它就比較容易 刪成到這種五號雷震雨的 這個 這個情形 那麼災氣的落後 就是因為我們吹西南風 這個災氣是不是 就是這種 為陸地 吹向海洋 這個災氣 一般是這個陸風 陸風 現在還遇到這個西南風 這個西南氣流 這個西南風 當時那這種西南風 是這個季風 有時候是 有時候是因為這種的 這個這個有的關係 也就是因為呢 這個風台過去 多大 這個引進的這個西南氣流 那一般通常 就是像這陣子 我們有吹這個西南風 這是這個 嗯 季風 這個季節 這個季節呢 就是6月到8月 它就會比較容易泡這個西南風 這個西南風 這西南風進來的時候 就遇到這個溫度比較高 這時 譬如說 這個溫度比較高 它就接壞 所以吹這個陸風 這兩個地方交替 這兩個地方 燒 燒泡頭的時候 那麼 它就會形成一個熱對流 這對流的時候 在很快的這個時間 它就會這個熱火 那這陣的這個熱火 這通常有這個雷鎮雨 這通常會彈雷 因為它對流比較旺 它就比較容易産情到這個 雷鎮雨這種 然後這種風 就都會去 啊 去接種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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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這家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陸地 這個地方 剛好交替那個地方 所以摘去 這個時候 就西南風 就在我們便宜的這個地方 就比較容易解決了 那麼 假設 這個 那是 這種西南風流 比較熟 那麼 這個 就是路風的解決關係 這個 說路風 這個路風 如果說這個 這個 這個 還有一點 這個西南氣流 這個西南風流 那麼 加上這個溫度管 溫度管 它的加速這個海風 所以這個 在西南汽流之外 海風之外 海風之外的時候 碰到我們臺灣的中央山山山山山時 它就有一個上升的一個台山的力量 就是說那個空氣的性管 性管之後 在那裡的性定一個很近的一個對流 那麼這種就 一棵子的天鵝 所以就會出現到這種午後的鎮魚 所以這兩天可能我們 不太知道因為西南風的影響 所以在我們的平原地區 這個一樣的都有留學的這個紀律 那麼12號13號 就是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在這裡 各地的大多數都是坐到河堤 不過就是這個午後 這個中途以後 那麼第一次的路順 就是說到我山區這個 那麼 但是在災企 譬如說因為這裡還有這個西南風 所以在這個災企的時期 在我們中南部地區 因為日式的這個運動館 所以它跟海邊的這個運差的比較大 所以它會產生 那溫差如果大就比較容易産生 這個日頭 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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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強 我們土下這個 陸上的這個溫度 升了比較快 它就比較容易升上這個路風 還遇到這個西南風 所以這兩個小朋友 它就會出現到這個 在我們平原的一個地方 這個災企 就比較容易留學 所以有什麼有時候在災企的路上 在這個早上 在這個 所以這陣子 在我們這個南部地區 北部不太會 北部因為他們這個 就是西南風 比較沒有那樣 沒有平衡 西南風比較沒有那樣 沒有平衡 所以北部也是會 但是沒有像我們南部這個 有這麼平衡 它還有一頭跟妹 所以呢 那就很容易 很容易出現到這個災企 災企的路 這種的一個情形 在這個 所以 這在這裡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了解到 所以這種 因為這個 因為它對流很旺盛 對流旺盛的這種的 它就很容易申請到 這個 這種大雷 雷公式 這種的 這個情形 就很容易來申請 所以這有時候也是蠻危險的 因為 現在當然一些 設備都比較好 它有一個防禮保護的 一個 這種 蓄施 不然 當時它對流很旺盛 它就有一個局部所在出現 到 雍風 甚至的路邊鋪的 這種的 這個鋪 這種的 這個情形 那 因為這 如果在這種 對流 旺盛 在山區 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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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容易 給水 博中 這種的 一個 情形 我們說的 說 山峰 爆發 這個 給水博中的情形 那在我白水比較不好的地方 如果還堵到 堵到大樓 但有時候這樣 就博的地方就很容易 很容易發生到 這個 激水的 這個情形 在這裡 所以這在這裡 可以讓我們 帶著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到 這個基本上是這個 得力 就是說 有的 說這個要做什麼 不是要做什麼 這就是說 對到我們的生活 裡面有什麼 有比較性質的事情 那麼我們為什麼會有這些問題 我們 大家這個了解一下 就是說有這個原因 所以呢 我們對到一個這個 如果是 遇到一些 譬如說 我們在看 氣象 有什麼樣 有什麼 啊 這個 西南峰 我們就幫你提醒 就是說 一種 豆哥林 西南峰 就在南邊 因為這個地方 那麼 就很容易出現 那麼出現到這種暴雨 那麼這個 因為呢 這種 天氣的 就是說 他 他這幾天的一個這個漏漏 這幾天 累積的這個漏漏 很大 他下 到早兩三點 他三點鐘下漏 119毫米 三個小時下100毫米 這不算什麼 但是他也是喝大水 但是你像這個南峰 這個九個小時下1000多 平均這129 平均一點鐘也要40毫米 但是呢 這個南峰 他去變九點鐘下1000毫米 這1點鐘他就下3點鐘 會流 你說他的出事 不會出事 所以 有時候這種 在這個天災面前 這個天氣在 在變化 是什麼樣 這個呢 都是要相當的 這個小心 都要最多的節節 小心 那 有的說 這就是要什麼超前部署 淫水就是淫水 這在那裡 在這個時間裡面 那麼就要大一個 對一個在熱到超前部署 我也覺得說 因為你可能也 很難去把他預測 就是說 他在那個 在局部所在 那個區域裡面 當然在之前 起上局就跟我們說的就大了 但是呢 你也不懂得說很難去準確到那個 那個店 阿南風口的旁邊 這已經 所以你說在這隻這裡 這個 就 吃水 這個呢 大概也都沒有什麼 太 這個太意外了 但是就是說 我們是每一遍 每一遍 每一遍的這個 吃水的時尊 我們要去了解到 到底是對自己出問題 這就是說 有的說 這個 有亡羊哺 有這個油味玩意 這 就是說 我們 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是不是 啊 知道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哪裡 啊 我們就 這個 要先知道一下 當然就知道 啊 有問題就解決 但是有時候就是說 這也沒那麼拚一下 這個簡單 所以在這個 暗南這種的湖呢 這個很標準的 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加上 再去有這個路風 所以在陸上這個所在呢 就先定 這個堆入旺盛 那麼對於旺盛 就很大 這個 要在西南風的影響 加上 石油的影響 這個 啊 水氣的這個量 很多 當然 落大後的這個機會呢 就會比較大 所以呢 這熱熱的 驚人 啊 這個水 如果擠起來呢 都是很可怕的啊 這有時候呢 是在這種 過濟風裡面 這個 就在這種 這期間的這個堆 我聽說 在跟田中朋友說的 就是說 這種 這個 白水啊 罐頭 不夠金啊 這個一二三 那麼 都在這個情形 都是很要緊 但是要緊的這個事情 都不要急 那麼這一定要把這個 那裡做好事 就在這裡 和朋友稍微做了解 就等我一下 嗯哼 好 我們稍等一下下 我們田中朋友呢 最近的這個氣候 本來就是 讓你覺得說 路後呢 今天今天還涼爽一些些 有人跟我說 哦 真的有差呢 吼 真正是日秋啊 我說你們真的是 搞不清楚狀況 風太過了 你就知道了 日秋 哪是日秋的 吼 好 我們稍等老師一下下 吼 聽 我們可以送你什麼呢 送你一罐 優秀改進 加改好有 但價錢是兩千塊 但是呢 價錢的問題是 兩千六百五十塊 活動的時間 又是到這個月 月底的位置 好朋友 如果是有什麼注文 或者是說 對住宅所有疑問 有聯合不清楚 不了解 都可以下公司的 貨幅轉租電話 空五六三二 六三七空 六三二 六三七空 在這個月 我們還有兩檔 還有兩檔的一個促銷 下個月呢 也會正式跟大家 來招手 我們月底的時候 會跟朋友說一下 也是 對我們鄉親 常常有這個 所用的一個住宅 來再一次呢 讓大家驚喜連連 所有的一切 準備活動 都是為了要迎接到 我們下個月 以及10月份的 一些相關活動 因為今年呢 比較適合 我們的農機展覽 會活動呢 在9月23號 後來開始進行 翁年都是到10月份 差不多是10月20號左右 大概也就是這個時間 但是今年提早了一個月 很不一樣 到底今年的9月份 我們的農機展覽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狀況呢 為什麼我會笑 因為這時候說 讓人家燈爛 大家都揮之不去 就是去年可怕的夢 因為整年的火星節 大家印象 比較刺激的事情 但是我也 很多人說不要想那些 至少呢 今年會提醒大家 有那麼一次的事件發生過 會提醒大家 聽幹勿造 這些事情 你就是要注意 讓大家呢 有那個警覺心 不會再有這樣子的一個事情發生 這樣齁 你就把它當作是一個 市警的一個意味 因為今年又要讀到 這第一天 那今年呢 應該也不太會有這方面的問題啦 這是保密行為 會都很平順的 大家齁 不要想太多 好啦 如果是說 對我們的家有多 和這是說 主宅適用先有疑問 接著卡公司的電話齁 好 以上是廣告時間 阿波老師好了嗎 嗯 喔好了 來 好 這個 我們大家聊一下 剛才我剛才一直在說到 就是說 把這個稍微做一下 這個了解到 因為呢 最重要的就是說 需要我們 對這個天氣 有一個這個了解 那麼 我們當然就能 屬生 屬生的 做一個這個 做一個這個準備啦 這帶我們說話說 這個事情就是 有準備的人 這個有準備的人 所以呢 這個 為什麼說 要介紹 我為什麼就要知道那麼多 不用啦 你不知道也可以活下去 啊 只是說 有時候就活的沒有那麼明白 我們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說 可以讓自己稍微明白 你會比較明必 但是要怎麼比較明明白 沒有啊 最簡單的就是說 像這種生活當中的一個小常識 而且這個國秀的一個課本 裡面在說的嘛 這個海風 陸風的節節關係 這個 我們 我們 都數的人都有 讀過的國秀 應該是 現在呢 沒有讀過國中 已經非常少了 不要說國秀 大概連國中 念國小 因為你沒有讀過國中 是要發錢的 這個 你不 不讓小孩子訓練國中 是 是 家長是要花錢的 而且是 陷阱只要發錢 這個 這是違反這個國民義務教育法 這個沒有那麼的輕鬆 那麼這應該是一個 朋友 所以 在這裡被我好朋友了解到 就是說 我們是 修華哥提一提 真的好朋友就說 哦 不然這樣說我就知道 只有這個目中而已 沒有其他更好的 這個沒有其他的這個原因 讓大家知道 最近這個天氣 所以我會好朋友說 為什麼的這個 啊 有其中 在去的 還是中島以後 他們在造成的這個原因 都是 都有一部分 都是含 第一就是說含 地形有關 這個 我們山區 尤其這個 吳吳雷鎮雨 這個 塞南風雞脈 加上這個海溝的 這個 鴨汽 所以一般通常是 會到中島的 那些比較容易 來給他這個 申請 這個原因就是這樣 所以 是有塞南風的時 就是說 在這個 氣象當中 我們請請說到 要注意 因為這時 6到8月 就是我們這個 西南風的 八月過的 這個塞南風就變少了 但是 又刷下去的 變少是什麼樣 又刷下去呢 就是 就是這個 再往後面 各往後面 就是這個 我們的 收到風態 應用 比較大 9月 10月 特別是9月 一個月 最主要的收到風態的 這個應用 那麼10月開始 這個國烈的 這個10月 國烈的10月 大概就是我們農烈的 這個9月 那麼 大概呢 東北季風就下來了 我們就又受到東北季風的 這就是 萬部的收到 這個 淡白幾乎的 影響 這 天氣就是這樣 這個有上有下 有上有下 所以大概是這種的 姐姐得利 那這等我 我們好朋友 收到姐姐參加 好 沒有 跟阿寶老師 請教另外一個問題之前 等等呢 我們先把昨天的一個疑問 先解決掉 有的朋友 一定會想說 網友 今天要問老師 這個什麼問題 因為我今天看到一則報導 這個也是老師 常提起的一件事情 待會我們來聊 老師 我們早上不是這個說到 這個 草油的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的 沒聽到沒煮 謎題終於揭曉了 感謝他 不然我們兩個在那邊自裁 主委委員是 他說他那些殘忍 十年已經沒有噴臭了 因為上一陣子 他老公一直念說 他的殘忍 臭夾燈 你也知道老的人 看有臭夾燈 就撞不掉 因為他那時候 這個燈子 這家的燈子 沒時間堂掛 連他老公 連他 沒效果 跑去連他爸爸 所以他把他這樣 哭 還把他的草油 還沒草油來噴一噴 就給他噴一噴 結果噴了以後 他非常的不開心 他發現說 上一回他買的草油還有春 他也不知道想放到哪裡 所以他才想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把它破壞掉 簡單來說就是這個樣子 真的 老輝人 這個 這個不用那麼麻煩 譬如說你那個燒炒劑 那麼你不用特別說去把它這個處理掉 反正 這個農藥回收的時尊 那些沒用完的 你如果說掛官 你塑塑的 就因為我們很多地方 這很多我們比較正規的一個農藥店 一般他通常都會配合政府做這種農藥的回收 那麼這個部分呢 就是說 你就知道他拿掉 就反正給他拿走 你另一天就拿掉這個農藥店 知道他把他拿掉 那麼這個大概就有什麼問題 不然你用那個去做做什麼 這個反而 這個處理上也不是最好 那麼還有一種方法 還有一種方法 你說你不知道要拿去哪裡 不曉得要拿去哪裡 那麼你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去 這個雄年買一些掛酒灰 石灰 這個人有這種酒灰 那麼這個酒灰你去買了一下 這買酒灰 買酒灰來你買一包 買五十塊 不用花很多 但是要買 買一個酒灰 你問問 你買酒灰 買酒灰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東西要去哪裡 農藥罐子要去哪裡 會回收 所以你買酒灰 買酒灰你現在用這個 把那個春的草藥把它倒掉 還是你只要拿去送朋友也會輸 因為那個東西 這個很多人要愛 就是說 那些酒灰 因為你說的這個 顧薩草 這個很多人要愛 這個 這個也是挺不錯的 炒沙鏡 這種東西 這個也是有人要的 這不會沒有人要 這個東西 所以 你如果是要送人 你說你沒用到 送人 也是有人 也是有人 這個 所以沒有差 所以 你也當直接的送人 你如果說沒了 這個藥 沒有什麼 那麽 就要給他 反正我就給他丟了 就是 那麽你要最好 就是拿去回收 最好的這個方式 拿去回收 那麽拿去回收 就是說 因為你用的這個 無論是骨薩草 還是說 這個 草莎症 那麽他這種東西 在這個途中 這個異形性很低 所以他這個 異形性很低 所以 這種對土壤的這個殘留 並不是很嚴重 所以 你也不用去過頭的一個這個 淡沙 在這家就是說 這些草油 你如果真的要把它丟掉 你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不要煮的 就煮火 你把這個 草莎把它倒倒 嚼嚼的 他會固化 固化後 會去這個 這個 垃圾車載照就可以了 大概是這樣子去用 就會大概沒有什麽 太大的這個問題 那麽這個 麽東西 因爲這個草莎症 你如果 我們現在說像這種草莎 不要亂倒 因爲這個有可能 會去 造成這個 環境的一個 這個殘留 還是什麽 那麽 大概是 那麽 這基本上是 這樣 你如果說這個 底 這個很可惜 我們說這個 你如果有計畫要 這個 往這種無毒生產 是什麽 那麽 這幾十年都沒有粉草油 那麽 這個 這個 挺好的 但是有時候 這大家沒辦法去吃 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這 這塊塊 發草 發情館 發情館 這個 可以去 譬如說 溫分的 這個 我不知道你那時候是有種其他的水殼 沒有 原本說沒有種其他的水殼 是說要做這個 如果是水殘 這個就很容易去處理 那麽 那麽 因爲你在加水殼 沒有時間 人家掛草 有的人就看不過了 所以這有時候就是 這個很難 在家庭裏面這種事情 其實是很容易去發生的 就 放開一點 這個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這個事情 用一點炒油 不是什麽 糟糕的 事情 就是這個不是什麽 最大惡極 這個 這個 沒有什麽款的一個 這個 就是你也不用太擔心 好不好 不用說要用一個炒油就感到 這個 改正是做一些什麽 見不得人的事情 還是什麽款 這個 這是不真有 真的沒有什麽太大的關係 但是就是說 能夠去 盡量可以維持 這個 不要用炒油 我相信這個其實是很好的 就是少用 減少這種殺草劑的一個 這個使用 十幾年以來 十幾年以來 都沒有用 這個很不容易 這個很不容易 電視就是說 可以慢慢慢慢 慢慢的去跟它 是不是 本炒 還是說有一個 這個 叫做 草生栽培 有一個做草生栽培 這個就很 很OK的 我覺得這個就很不錯 很不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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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可以做草生栽培 這個就很 但是 真的不要 有時候真的 就是 真的是要放過自己 覺得太那個 沒有關係 好 那麼 最簡單 就是 送人家 因為這個超油 還不便宜 送人 有人要愛 我自己賺錢 又送人 因為那個不是什麼壞東西 對吧 如果說 這個毒藥 做什麼 危害人類 這個東西 那就算了 這個不會 很多人都花錢去 你如果沒用你就送人 就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子沒有關係 不用那麼 大費周章 還去給它 去給它 住過 還是什麼 所以不需要 這個也就是 那 這種做事去遇到 這個 家庭人的人 這種 保障中間 這個 觀念不太一樣 這個很 很正常 我覺得這種 這種都很正常 以前的 一路走來 就是這個樣子 一路走來 就是這個樣子 一路走來 都會被人家說 這個就有了 你知道 我們爸 好早就我們爸爸 因為他還沒有 所以他比較 對我們還比較支持 他說 就不去做什麼事情 沒有做什麼 沒有學會 算了 這個炒的這個問題 炒也是 甚至 但是呢 就是說 假設如果有 人有隔壁 比如說 如果有 人有隔壁 這個地方 就是說有 人有 有隔壁 這個地方 不可以去應用別人 因為我們自己 我自己去接受 不一定別人 我自己接受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這個很容易 很多方便的偉柳 這種 就是說 你是做這個 無非農藥的一個 但是他在做農藥的時候 你就重工 這不是重工 他會覺得說 我就 你的都沒有在做農藥 所以 那個藥都 那些藥都排過來 很多人會這種想法 所以 有些人這個心態也不太好 你如果說 加上 你如果是做得最好 那麽就很麻煩 這個東西 就是 你的經濟 就有這種 有當然是 這個 對到這種認知不一樣 一個不一樣的認知 對農業的解釋 看法不一樣 例如說像醫藥伯來說 我覺得農業就是去追求 一個 第一就是穩定生產 要如何把這個生產穩定 然後去追求 只有更安全 沒有最安全 那麽至於是不是有機 有機也不一定最安全 因為你要做有機的時候 他也有一些這個生物污染 因為你沒有做藥 所以有時候有的說 這青菜有機的 所以我都吃吃 對 這個沒有錯 可以生吃 但是你也去處理很大的問題 他也有可能這個 你吃吃的時候 因為你 都沒有做過藥 有可能這個 這些 一些這種 有害人體的一種細菌 比如說像沙門市桿菌 比如說金黃色葡萄球菌 大腸桿菌 等等 這也都有可能去存在 所以 其實這個世界本來就是有風險 本來就有這個風險 但是不要緊 就是說 看我們是怎樣去 來跟他 跟這個世界呢 和平共處 因為這個世界不是只有我們 所以有時候陪風邊 就大家說得好 這互相交通 但是有時候你如果堵到那個 隔壁你真的很煩 你也沒法理 你跟我說什麼都聽不下去 那麼堵到這種 那我們只好認知 我們說真的 這個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有去堵到一種 這個阿伯是比較好命 所以 沒有遇到過這種 但是我看到很多 都有去堵到這種 真的 他不知道要怎麼說 但是這個也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 大家但是這個 每天這都在橫邊 對不對 低頭不見抬頭見 那這樣 所以 真的 是我們很 就很吃力了 就比較比較吃得多 那麼 必須要 必須要 要他去來跟他做一個 這個 能夠跟別人有一點點 這個溝通 這個溝通 這種溝通是要創下 就是說盡量可以 得到彼此的一個諒解 這個 這個 因為有可能是一個 一 一次沒有好 兩次 但是確實 這說起來很簡單 但是剛才很煩 你也沒辦法 又 做會要怎麼 總是要想出一個 改革的板塊 這是我們 有時候 確實 去遇到這種情形 所以你可以這樣來處理 那麼 這是一個 這是要幫你 建議處理的方式 這不要用熱水去煮 不要用熱水去煮 那 這可能 還是會好一點 會好一點 嗯 好 來 我們有一點點時間 想要請教阿爸老師 因為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今天呢 就是在講到這個酪梨的事情 因為今年酪梨呢 在那個計劃的部分 可能因為三年有比較多 所以最近的家庭呢 不太清楚 只有那一年 理想 但是他也有提到 他說到 這篇報導裡面 他有提到 其實在我們台灣的 淨酪梨還是 還是有發展空間 這是在我們台灣的 我們可能 要做加工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的農業是覺得 今天的計劃不好 但是 我們的一個 加工業者 還有通路商 他們覺得說不會啊 酪梨還是有這個 市場的需求啊 所以還是可以賺的 所以老師 你常常去說的那個問題 沒有錯 現在呢 台灣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種的人 他不曉得他種的是 什麼樣的品種 然後呢 在我們台灣 酪梨普遍 它的口感就是比較偏水 我們 大部分的朋友呢 拿酪梨都是 加什麼 牛奶 可能布丁牛奶 那是說 直接這樣吃人 但是 這個比例上來說 好像呢 是比較少一點點 那是 我們一個 酪梨做加工的 就是 又是爆發 就是切丁啦 做出口啦 所以老師我想要請問你 因為現在這個 這個酪梨 那你 當然你現在不太了解 酪梨的品種的時候 那小味道到底是要怎樣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 去 去 去告訴自己說 那我買回去 我要怎麼保存呢 這是說我最佳的一個 食用時間 因為 它燒的那個時間點 有的說會變熟 有的說不會變熟嘛 品種不同嘛 那有些說 你要按壓 那按壓呢 可能這裡已經軟了 但是這裡沒軟 那怎麼吃呢 可以切一半 那起來先吃 那另外一半 讓它 這樣子慢慢熟嘛 還是說要怎麼樣做 會比較 消費價 會比較趨勁完美一點點 那行山價呢 到底要在哪一個部分 要再稍微加強一點點 會讓我們的酪梨市場 能夠稍微這樣 比較順暢一些些 因為今年這個酪梨產量 並沒有增加 反而是減少 這很多好朋友說 啊這種太多了 錯錯錯錯錯 這個酪梨呢 還種十月呢 還是有辦法把它賣掉 就算再種十倍的酪梨 還是有辦法把它賣掉 這個 把他放在這邊 不然 自己說的就是 為什麼把這個 放在這個地方 因為呢 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對到這個酪梨的這個需求 是在增加的 這個資料是在增加的 那像說 這個油爐 以前的人說 啊這資料啦 這太多了 這 那每一年不是 那這 大家有辦法 這麼多人 對一年有辦法 為什麼 今年也出現到這種的這個情形 很多人說 今年 當然這是我 我標示我自己的看法 這個看法呢 我是有調查過的 所以我們還是有去調查過 那麼 今年的這個酪梨的價值 不錯 不是說因為產量很多 還是怎樣 這完全不是這個回事 重點就是說今年酪梨的這個三龍減少 照說應該是 要這個 價格要變好 但是反而價格變差 但是經濟一點 我們不是 地方在這個 這個 以前的這個欠水 欠水的時候 那麼酪梨呢 其實 酪梨是一個 需要水量很高的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作物 所以通常有一個叫做 大自然的這個抽水機 有人跟他這樣說 就是說 很多這個國家 這在這個飛車也好 那麼這個 因為他們那個所在呢 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 真 水量最多的一個這個 這個穿濁吧 水沒有很穿濁 啊 種酪梨很大 但是你酪梨要有三龍要灌水 所以他們想辦法去淹水 那麼他做成 其他的做 因為種酪梨的賺錢 所以很多人去種這個酪梨 他會去 他會去 就是說病 說像南輝 他會去 他會去 影響到這些藝 就是說這個勝散 所以 目前就有這種的情形 所以 很多 甚至現在還有人在說 這個藝呢 算你如果是吃這個 反正呢 就說吃了這個 因為蜜蜂 蜜蜂好像在對這個酪梨裡面 就是 有一些是對他是有害 所以有的人說 你如果是吃酪梨 那麼就會殺害這個 這個蜜蜂 還是 完全這個說不定 不管 這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個重點 那麼 因為進行是不是 按照還遇到這個風胎 這個漏蜂 那麼有很多 今年酪梨的這個酪梨 很嚴重的酪梨 他如果是搭桑 那鄉雍落後 他也很會有漏蜂 漏蜂的時候 這個酪梨剛開始在生散 剛開始在生散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陸陸續續 因為不一樣的這個瓶頸 所以 這種就落落縮縮出來 落縮縮出來的時候 他很多都是一種 那種漏蜂 就是說 他不是正經生散出來的這個東西 就是說他的時間 他不是成熟調鍋 你知道嗎 如果說生息落下來這種 這可能要還不好吃 但是他不是 他不是 所以但是看起來大粒大粒 漂亮 所以今年很多人去吃肉 南籍會蜂蜂 就是蜂蜂的 很多都吃到很難吃 尤其 早前剛出來的時候 很多都吃到這些 那麼頂頂 太蜂蜂 什麼樣有的 有時候裡面蜂蜂 這些 有的沒有的這些問題 所以呢 這通常是 這個 他遇到這種的一個情形 那麼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 所以呢 這種有時候就是 因為 我們台灣種的這個拼勁 又很複雜 所以 種的人也不知道說自己這個 是什麼樣 所以我也覺得說 現在就是說 你如果是在種肉粒 你一定要對自己的這個拼勁 譬如說今天我不要賣出去 我在這個 去印一張貼紙 那幾個人的這個事情就解決了 你知道嗎 你自己如果要賣 譬如說今天我要出這個肉粒的時候 我在這個肉粒館上 我就給帶一個貼紙 我告訴你 我這就是紅心圓 我這個東西是 加選3號 我這個東西是什麼 品證 然後呢 這個 是不是 有的說 拿起來把它搖一搖 碰撞生 就是可以這個手 就是刺 我告訴你 這今年很多就是都去 這部海市 這如果是正常的這個 魚乾不對 但是它的種子 要沒有很完熟的時候 你大顆大顆 它的經濟要很近 但是那個落下去 你把它搖一搖 它的字也是已經 稍微放一下 軟軟的補去 但是這種貼紙的 這麼濟的 不會這麼濟 因為這種 就是它的高度還沒生息 所以在市場上也在賣 所以很多的今年 在差不多5月6月 差不多6月7月這個地方 這幾個月呢 這個酪梨呢 都 在市場上 那個 好的完了 我們不能說沒有 但是阿薩布魯有很多 所以很多人不需要賣 那麼對著賣的人 他有一個預期心理 反正他這60塊可以賣 但是他會覺得說 這很困繞 所以他怎麼 他要進肥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價錢 壓下來30 他有這個心理準備就是說 就是一半行 我又有那麼多賺錢 讓人可以拿回來拿 所以他就把那個價錢壓得很多 所以今年這個價錢呢 又上不來 其實是因為 這個進行 這種拼這個問題 那麼這跟 這跟市櫃一樣 這些市櫃 如果剛在採取的時候 大家都說市櫃很貴 那時候就有年了 我告訴你 因為如果再到樓下 大家就有一個預期心理 有時候去吃到去買到 市櫃不好吃 所以今年這個市櫃就倒了 但是就是說當然不是說今年 我在剛才說 你如果是市櫃剛出來 那時候在下樓 下樓大家就說 那都是這個 水上的櫃很多 市場上有的就拿雜板 大家就覺得這不好 現在歡樂 一直把這個價錢壓下去 所以他就忽然了 所以那年的這些市櫃價錢都不好 那麼這個東西 就是有這種的情形 所以對於這個酪梨來說 今年是這樣 今年剛才我個人 去問問真的 那也是山陽都減少 但是很多就是那個 六顆的 這種六顆的 這個有的 還沒清晰就落下去 落下去 他不會 他當下樓啊 看起來還可以 最沒有 因為他本來他就很大樓 但是他落下去的時候 像哈絲 人家說有人要洗洗了就買 但是他也是哈絲啊 哈絲就是洗洗了 他就一樣買 他也是動作哈絲 他就買出 他買出 買出 這個買回來的人說軟了呢 摸一摸 這個已經軟了 果肉已經軟軟的了 沖底這裡有一個軟軟的 感覺這個地頭流 搭搭搭搭搭 有時候放了就要落起來了 搭搭搭搭搭搭搭 這樣香已經熟了 結果搭搭搭搭 冰果 不能吃 很苦 然後就有那個怪味 這個呢 這個東西 所以很多都去採到地雷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對於生產者來說 我們自己種什麼樣的這個品種 因為我們 有很多人為了要方便 他的這個這個管理 有的是種七頭的 有的是因為 因為像外婆還是因為愛吃 所以去種這個酪梨 那麼這個東西 你去它種的時候 當然就希望說 我五月就有東西 甚至最好就是三月就有東西 糖好辦 要在辦辦辦辦 11月對吧 那麼11月呢 那辦下來之後 還可以把它切切 還可以平大這個冷凍口來 整年都有這個酪梨糖 還要吃這個最好 所以他在種的這個品種 就有早生性的 中早熟的 還有這個中生性 還有圓熟性的中圓熟最圓的 這整個東西去咬咬做會的時候 自己抓回去 所以不知道這個東西 到底是對一個這個品種 就是我們現在呢 這個酪梨最大問題 這個東西 這些人 這些東西 如果是你沒有去解決到這個問題 他 他這種情就會被淘汰掉 所以我為什麼要說 還有十月都要給我 因為你開始如果是專業在栽培的時候 你上面只要跟我說 我這就是這個信證 用一個二維碼手機掃一下 他跟你說你這就是怎樣 這個東西 那麼你這種酪梨 有辦法嗎 絕對很好賣 所以這個問題要去解決 不是說去解什麼 應太多 根本還不夠吃 我們只能淨淘汰多少酪梨 這不是開玩笑的 好 來時間的關閉 待會兒在公國閉後 接著回來 以往繼續第二天